520总统就职之后 国民党立院党团会依照宪法规定 邀请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 也要采取疾问疾答的方式 那总统先来隔魁再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朱毅伦认为是要按照这个宪法的惯例 对于宪法论向两岸和平稳定 甚至还有能源的政策 新总统应该要表达正确态度 几十年来 大家都一直希望建立这样的宪政惯例 我觉得5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赖政府又是一个少数政府 我觉得赖总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要建立这样的宪政惯例 尤其是现在未来的内阁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最听话的内阁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赖清德意志就是最大的一个政策方向 那到底对于最近的这些司法废死的问题 或者是监察院的乱象 或者是很多宪政的乱象 两岸的关系到底要怎么走 或者民众关心的重要的能源 环保还有健康的议题 或者是财政划分法等等 这些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赖清德有必要 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我想这次建立宪政管理的最好的机会 民进党绝对要说到做到 真正的是他为国家 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情 民众选赖清德也好 民众支持许晓星也好 民众支持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是希望他能够多为国家做事情 那么今天准总统赖清德又公布了最新的一波内阁名单 也是最后一波人事名单了 大家就在聚焦国安团队 同时赖清德也跟对岸喊话 要中国大陆自信一点 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政府 我们再把时间交一两号 好主播观众 新政府的内阁人士 今天是公布了最后一波 因此准总统赖清德也来到了现场 因为这一波是国安的人士 包含了国安会秘书长吴钊 谢外交部长林佳龙 还有国防部长顾立雄 那这一波的人士当然就是牵动未来台湾的外交 以及两岸政策 因此赖清德也特地向大陆这边来喊话 来听一下现场的最新话题 我非常期待 就是说中国要有自信 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 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 如果一直不愿意面对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而只是跟在野设定前提之下的交流 这不会得到人民的信赖跟支持 长此以往 对中国也不见得是好处 对两岸的和平发展 更不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好 赖清德对大陆这边的主张 他一直是表示说 其实从过去2015年 他就主张两岸必须要相互的谅解 互相的来尊重 这一点都没有改变 至于现在的一个情况 由于在野党是不断的到大陆这边来去访问 那赖清德则是呼吁大陆 应该正式说 这是台湾民选的政府 应该跟这边来做对话 这样对两岸可能才会比较有帮助 以上掌握情情 主播 好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习近平在4月10号 有会见马英九 那么也提到的是 乐见大陆的民众可以去台湾走走 被解读是希望可以释出 开放两岸旅游的一个善意吗 那么国台办在24号也特别说了 要采取的是积极措施推动 也包括旅游两岸交流 并且呼吁要解除禁团令 那希望呢 可以开放两岸的民众多多交流交往 那旅游界也认为说大陆现在已经释出了一个善意了 那我国现在应该要把握机会啊 化解僵局 有来有往 两岸和平交往 至少要有这个陆委会层级的单位 做出一个最新回应吧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朱凤莲就特别说了啊 这个民进党当局 如果没有解除禁团令的话 没有开放大陆的居民到台湾旅游呢 这些阻碍是不会消除的 唯有正常的交往才有创造有利的条件 那么在今天国台办又举行立即性的记者会 那发言人朱凤莲也有被问到相关的其他的话题 我们稍后来看到ACFA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呢 这准行政院秘书长龚明星呢 说如果大陆对于台湾失误善意就别再挡了 放手让台湾的这个观光客来交流 是马上可以做的事情 那旅游记就说就期待啦 就是现在我方可以呢 把握这个机会了 那现在赖真也说了 希望可以这个即刻宣布 恢复台团到旅的大陆交友 这个这个旅游 两岸呢可以和平的正常的交往 那刚刚有说啦 联合报就特别写说 关键在于执政者的一面之间呢 到底要不要把握这次机会 别人丢了球你该不该接 因为呢毕竟我们要看到的是 现在的ACFA问题嘛 因为建筑风链就被问到ACFA的这个 是否要这个早收清单的相关问题 是否取消等等相关 会做出回应了 他说如果民进党政府呢 还是坚持台独的话 那么国台办支持大陆的商务部 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 也就是说 如果呢520前后 有其他的一些招出现 那他们也要再出招了 那ACFA的早收清单 到底会不会被取消呢 他就说那当然就是要看我们这个 民进党立场了 如果立场依旧是台独的话 那还会祭出更严格 更恐怖的一个相关措施了 去年6月呢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次的访问中国三天 24号下午也达成了专机 有到上海去 台湾的问题 这次一定也是会被问到的 那26号就要到北京 会见的是中共的 这个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并且呢 其实他们也会为这个拜登访问 中国大陆来做一个铺路了 大家就在讲了 且期待这访路的三天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化了 其实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布林肯在24号抵达上海 展开围棋三天的访中行程 那么这一次呢 在社群上 他也特别上传了一段 在上海外摊录制的影片 背景可以看到东方明珠 他也说了跟中方的交流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这一次在上海跟北京的会晤 可以展现相关成效 好 这一次的行程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 那么在这个美国大使 伯恩斯的陪同之下 他参观了育员老街 品尝了小笼包美食 也看了这个中国的直览 而面对呢 现在未来的这个季后赛 他也说其实很有趣 那现在还有说跟商界领袖会面 跟学生们来面对面交流 25号抵达北京 跟外长王毅来做会谈 港媒就指出了 布林肯可能会跟习近平碰面 为美国总统拜登的访中行程 来铺路 接续来掌握的是24号 下午布林肯抵达上海 展开围棋三天的访问行程 专机落地没有铺设红毯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画面 他就是这样 轻快脚步走下了这个楼梯 然后当然这个双方也都握手 他认员在昨天拉晚报节目中 都特别说了 马英九在北京的时候呢 是派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 布林肯到上海 则是上海的外事办公室主任来接机 似乎有一点点冷淡 我们听他怎么说 这个好像旅行团 不像外交上很正式的接待 毕竟美国国务卿 在美国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等同于其他国家总理的位阶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翻例成国务卿 他不只是外交部长 很多人都以为说 好像美国国务院专拐外交 没有做专拐外交 但是他的位阶比外交部长还高 因为他身兼美国总统府的秘书长 美国总统重要文献档案 包括美国总统像尼克森辞职的时候 是递辞职信给国务院 你知道说他具有这种 总统府秘书长的资格 当然总统会有个幕僚长 那幕僚长不是整个国家的秘书长 所以国务卿这个位置 中国发展很巧妙 他就secretary of state 如果要直译叫做国家的书记 位阶很高 那这个 这个样的位阶的人 当然有专机 而且专机上面有他的logo 你看照片上就他的logo 可是下来 这眼界仪式好像寒山 不过当然因为这也是在上海 不像是在首都北京 你还想一想看 马英九去去都没有直接到北京的时候 人家也是派国台办副主任出来接 那上海外事办主任位阶是不高的 他是一个市里面的外事办 他不是外交部的副部长跑来接他 这个好像有点冷待了 就是不那么一回事 那如果照大陆媒体所讲的是大陆 邀请他来 而且大陆还公开讲说要跟他谈五大议题 这五大议题都是在表达这个大陆的积极坚定不准跨越的立场 所以表示请布林肯来划压 你跟我说清楚 我们谈好 每一道红线 我们该怎么解决 所以布林肯也知道这是一个硬仗 所以来之前开始就讲了有的没有的 希望行硕是他还是一个强者的角色 他可以帮这个美国得到一定的利益 他可以帮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加分 这可能是他唯一能够做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